《羅斯柴爾》的作者是尼尔菲克森 算是為數不多的很暢銷的歷史作家之一 尼尔菲克森的書幾乎台灣都有出版 只有一本例外 就是我們現在這一本羅斯柴爾的 我估計原因第一個是 他當年還沒那麼有名 然後第二個是這本書的分量太大 那這本書我最好奇的是什麼 他這本算是他早期的著作 然後慢慢越來越多 所以我一直覺得一個那麼年輕的作家 怎麼能夠一出手就這麼大一套 就讀了以後你真的不得不佩服他 而相似的工作是他最近正在做的事 就是季辛吉傳 全世界只有他 他是委託他 授權給他寫他自己的傳記 就是說羅斯柴爾德寫的是個家族 季辛吉寫的是一個人 兩者相隔了幾十年 而且我甚至要說 也許他將來能夠傳世的就是這兩本 季辛吉跟羅斯柴爾德 他到了美國以後 當然對美國是不是能取代大英帝國這個題目有興趣 所以他就寫了一本巨人 把美國當作一個他期待的帝國來寫 其實他還有很多話可以講 可是我們先講在這裡 我們回來講這本書 羅斯柴爾德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 是我學生時代 我看到一本小說是在講孟德爾遜這個音樂家 他如何發現巴哈的馬太壽人曲的音樂部 孟德爾遜他是這樣 他個人是個音樂家 他的祖父是個創業者 就跟羅斯柴爾德他們一樣 他們猶太人 變成銀行家也是非常成功 那爸爸是卡在中間的 有一次孟德爾遜跟他爸爸在聊錢的那件事 那他爸爸說 我在小說裡面我記得這一段 他說跟羅斯柴爾德比起來 我們都是乞丐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羅斯柴爾德這個名字 這什麼人 當然以後就多多少少會碰到 就像這本書這個作者自己講 他說他所問過的所有的人 至少每個人都至少聽過這個名字一次 至少聽過一次 那對這個題目也有興趣 雖然這些人不一定是對金融史有興趣 可是就是對羅斯柴爾德有興趣 所以羅斯柴爾德等於算是一種傳奇 這本書的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是 其實這個作者一向都是這樣 他那麼多的材料好像他應用自如 他要拿什麼就拿什麼 拿什麼就拿什麼 那引用得這麼順當這麼流利 把整個故事這麼有條理的一樣一樣寫出來 所以讀這本書我是覺得我一點都不乏味 羅斯柴爾德這本書的重要 不再一再告訴讀者羅斯柴爾德這個家族怎麼賺到錢 而是應該是說這些錢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力 他們又如何應用這個影響力